《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老實說 剛才的47個佳麗 你如果真的和他打扮一下 都不會太差的 不會太差的 始終個別一兩個 就算個別一兩個差那些 不算很差很差 但是都有人選擇的 我講的是東莞 正所謂百貨百客 不是 百貨百客 叫我們這麼嚴漸 咦 怎麼會這樣 女兒 小女兒四尺二 還沒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首輪就被淘汰 佳麗 你怎麼樣 不如四尺二 有一次我老友 生哥哥 和我朋友去夜總會 他說小小顆 然後我生哥哥說 你不要想過豬魚 誰想說 咦 是啊 豬魚沒有試過 問那個經理 喂 你們有沒有豬魚 真是豬魚 對 你有沒有 那我笑得到 沒有 我說如果真的有豬魚 吃不需要下 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要講一次 喂 人仔 這樣價格高 他就說你豬魚 就想著去 怎麼可以 是不是 豬魚 所以真的很難說 不是太差 好了 第三次做那麼久 第四次我們用快時間 講這幾宗外國新聞 第一宗 大陸出現的 這是真意性的 有一間餐廳 天津 推出了一個 十五元的夾頭飯 原來天津都要十五元 現在的東西 你真的不要打算是以前的一元餐廳 沒有了 那又不吃 結果有個男人和朋友進去吃 吃了兩個多小時 不斷地吃 於是老闆娘就趕走去 她說你以為這樣吃是對嗎 十一點就吃到十二點半 吃到一點 喂 然後出去 兜圈又進來再吃 喂 哪可以這樣 那男客就說 你沒有寫明那個食飯時間 我喜歡吃多久就多久 於是 現在我不賣給你 就趕走 這個就有些爭議了 首先 我絕對覺得 這兩個男人 我要先說一下 其實真的不太厚 因為原來我們除了吃很多東西 還在玩吃東西 兩個人之間鬥快食 鬥多食 是的 是的 那 我想你 做生意就是這樣 一般現在有人支持老闆娘 其實我都明白她為何生氣 你在那裡玩 怎樣 但是你自己又沒有寫明時間 你寫明時間 十五元 任吃碟頭飯 珍惜食物 吃不下就算了 限時一個小時 那你就不用爭辯了 你沒有寫明 那別人就是這樣了 那當年那些人 是有些不珍惜食物 那 反而我是想 你為什麼在天津這些地方 要出現十五元 碟頭飯任吃呢 真是生意難做 因為一般來說 一碟 大衛王便吃兩碟 個別癡忍事便三碟 我只是吃一碟 我只吃一碟 剩下的飯 是的 那你真的要寫清楚 那些東西 生意難做就是這樣 那另外呢 那台灣出現了一宗交通意外 那接著有個女仔 就下去幫忙指揮交通 因為怕那些車後面會被捧上來 是的 那於是乎呢 那些網民就封傳 為何會靈 其實呢 你問我 中港台三地的女仔 大陸一個人口多 似乎是美女多 但你說平均 因為加上打扮 和那種知性氣質 似乎台灣女仔真是最美 最得人吸引 你問我 是的 即是難說 但是呢 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那些女兒 那些女兒平時你不會為意 你便覺得她很高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你說她什麽人美心線 風景 台灣最美風光 其實呢 我不知道台灣法例 如果香港是犯法的 我們看看做什麽 原來前面有交通意外 於是後面的車鏡會影響 所以這個女仔下來 就指揮交通 最重要就是她 低胸屏口 開叉裙 雙腳又開得什麽 她有黑色裙 為什麼她們兩邊跟著她有白痴 薛海琪那款 薛海琪那款 薛海琪有沒有這樣的老身 真是沒有 喂 身形是很fit 你硬要嫌 硬要嫌 硬要嫌 就是我們 就這樣看 就似乎對腳不夠長 但其實是ok的 雖然夠高 她不夠長 只要再短一點就好了 我們下一張 喂 是ok的 我喜歡 就這樣看這張照片 已經好過了 47個佳麗 如果純粹這張照片 再去 明的前茅 你說如果 我在那裡走車 有兩個女兒這樣 是呀 我怎樣開車 我反而炒了一堆 就是呀 為什麼呢 我台灣法例不知道 在香港法例 其實你是不能夠造紙非交通 例如我們有時開車 看到停了一輛車 發馬線 接著呢 有人想過月不過之間 我們司機就 哎 過吧 那路人其實就是犯法的了 那司機 因為你是不authorize 給你指揮交通的 當然啦 這些法例 未必會有人執行的 是吧 一般人會多謝你 但是呢 那譬如你考車牌 你考車牌 你試試這樣 犯規的 好了 回來 另外這些有沒有特別呢 鋼琴飛 日本鋼琴家 在飛機 34歲 國內的航班裏面 偷一件空姐穿過的圍裙 圍裙 圍裙 當然啦 在飛機上面 是偷到圍裙的 如果在飛機上面偷到空姐穿過的內褲 或者 或者 絲襪 空圍 太離譜了 好了 好了 他授查時候 亦都承認自己收集 女裝尼紋 和穿的癖好 這個呢 就已經有些病態了 穿了 其實紋也有少許 但是 你這樣偷尼紋 就麻煩的 我上次問過 我在節目裏面 我說網友 如果你有心儀的女生 她的衣服掛在那裏 你肯定我倉沒有人的 你會不會問一下結果 你就問過 我夠變態的 我問得 如果百分之九十九 都說會的 原來真的有種 但是你說這些 去偷東西 去紋和穿呢 其實這個是有些 戀蜜糖 老實講 美人柯竹子都是臭 都是香的 現在我們已經 不是在Fall enough的狀態 大家想想 我不知道女生會不會 如果你是Fall enough 我不管你幾歲 在那個迷戀 一個女生的狀態 其實 那時候你真的 看見她的絲襪 你都會撿來問一下 但不會覺得她 那些屎香 你不會 屎就是屎 是 你不會 但是你的接受度 會高很多 你試一下 如果那時候 你終於跟她在一起 她說不行 怎麼了 我period到 你衝紅燈 你試一下 一年後 你會不會 跟那個女生 兩年後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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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Fall enough的狀態 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 是Fall enough的狀態 是會照你的 是會照你的 嘩 你別人放屁 那時候你不想 你根本不會 她不會的 阿嬌不會這樣的 是 那時候就是 將她神化了 就是這樣 好了 這一個 齊騰的音樂家 她就說 她有收集 女性細伏的癖好 她終於有空 就拿來聞 和試一下穿 其實這些 去到這樣 因為影響她自己 真的會有盜撕的罪行 要看醫生 這些 好了 這些 我希望她靈 我就儘管告一下 其實你這些 講到這麼短的語言 都沒有說 除了嘩眾取寵 你真的 想不到 或者要洩露天璣之外 你想不到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個語言家 就語言是這幾天 就會打仗 而且會世界末日 就是這幾天 就是這幾天 如果中的 她連享受 因為一語中 那個成果 譬如很多人 信奉她有很多錢 她都享受不到 就是中 如果不中 幾天後 就被人摸棚牙 但是 算下去 她這些沒什麼 她敢這麼說 就有人不報 就起碼有 到時候再算 這個也是印度 她說被稱為新一代的 洛查丹馬斯 我就不知道 誰稱她為新一代的 洛查丹馬斯 還是你們就這樣 記者懶 懶懶懶懶 就這樣捲到別人印度的報道 衝入報道 這樣逆過來 她叫庫馬爾 她預測 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 只有幾天的時間 其實嚴格的意義來說 你看她怎麼說 你可以說現在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正在打 不過未必是熱戰 好了 她最近預測 跟著報道說 這個能夠預見世界大戰的 印度尖星學家 不是印度神童 是一個老人 叫庫馬爾 可以預測 以色列和哈馬斯 俄羅斯和北約 北韓和韓國 和台海之間的緊張局勢將會加劇 你們是不是多餘 廢話來的 OK 她還說 之前發生黎巴亂 和以色列之間的升級 巴基斯坦的恐怖襲擊 和北韓士兵越過分界線 進入韓國等事件 都證明我是對的 你有沒有預測過 我當你有預測過 庫馬爾還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 要關注全球熱點地區 不斷發生的戰爭局勢 她說 不止6月18日 即是明天 6月29日 都可能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對 明天就可能是世界末日 其實如果是 我就覺得OK 起碼我兒子已經回來 一起走 OK 她試試 不過 其實之前她預測過 6月5日和6月10日 是世界末日 不過就沒有靈 沒有靈 OK 好想再看歐洲國家杯 庫馬爾她說 我朋友 我用印度教的廢陀尖星圖 來進行預測 我準確地曾經指出全球有衝突地方的日期 我又不知 她這樣說 她說 現在 就算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這幾日爆發 因為連美國官員都承認世界局勢 其實這些是廢話 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張 崩緊狀態 這些美國官員我不知道她說誰 是很緊張 但是前所未有那麼緊張 現在其實大約跟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崩緊狀態 太平洋戰爭前的崩緊狀態 我不知道 我想還可能有些距離 始終沒有人真的偷襲你 好了 好了 北大洗洋公約的組織幾個月前警告 未來二十年和俄羅斯的戰爭恐怕無法避免 我覺得和俄羅斯的戰爭未必無法避免 是你們這班人經常把俄羅斯去污名化 其實還是有得談的階段 因為 為甚麼 我認為普京是一個理性的人 他會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 就看下不下台 反而有一個國家 我覺得就不用二十年 一定是雅各的 和俄羅斯一定出現 因為他沒有理性 好了 不過現在末日時中 已經連續第二年 只剩下九十秒 代表人類距離全面毀滅 只有一步之遙 那又不要嚇鬼 就算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不是會全面毀滅呢 以人類全面毀滅 是不是一件很壞的事呢 尤其是我們都很長時間想 如果你說 曾經有些人說 可能死剩幾百萬人 要重新 rebuild 那個地球 那個文化的 那我就向天祈求 不要說我是那幾百萬人 這樣辛苦就行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 喂不要那麼煩 你只是一會下一節 即是不要下一節 我們這一節講 真是免得 嘉賓上來 那麥巴比 你講踢球 講踢球 你有沒有看 他說現在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atch tomorrow 什麼事 他說 現在不是選舉 我們一定要寬容 你說那些事情 要包容 法國的選舉 是啦 現在我們見到 有些有弱分子 有些什麼呢 將我們國家帶到什麼什麼 他們投票 他說 還有 你怎麼看 他們是一些種族主義者 或者一些近納粹主義者 那你們這班左膠人 可不可以投票給你 是吧 所以說 是公平的 他說足球 足球就是足球 他說 這個選舉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atch today 即比我今天的比賽更重要 他在一個足球的記者會 那些人不問他 當然是誠心 喂 你講完這些無謂的事情 多厲害 多厲害 卡就卡在你 他想著運用他的影響力 喂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現在的右派會上台呢 為什麼呢 其實不是代表 那些人一定很支持右派 有一些很純粹的概念 我不是說右派一定適合錯了 現在一頂不忍順 那些左翼 為什麼去到 極端頂不忍順 瘋了 那些瘋了 好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有嘉賓